在疫情控制较好的地区 体育赛事正在慢慢复苏 韩国体育圈却被丑闻笼罩 6月26号 年仅22岁的韩国铁人三项女子运动员崔舒贤 因不堪教练 对内前辈的长期霸凌和虐待而自杀 韩国媒体持续报道后引发极大关注 目前韩国检方正在调查此案 大韩铁人三项协会 也于当地时间6号下午 在首尔召开体育公正委员会 就崔舒贤一事展开讨论 崔舒贤被认为是韩国铁人三项运动的一颗明日之星 2015年 未满17岁的他 以高中生身份入选了韩国铁人三项国家队 曾在亚洲铁人三项锦标赛少年组女子比赛中获得过铜牌 然而 6月26日凌晨 崔舒贤给母亲发送了 妈妈我爱你 揭发那些人的罪行的信息后 他没有再回复母亲 当天中午 他被发现在宿舍里自杀 崔舒贤遭霸凌自杀仪式 于6月30日被媒体曝光 随后部分崔舒贤被队一和教练欺凌的录音被公开 另一段录音中 对一安某在打崔舒贤耳光的时候 教练金某竟然还若无其事地让安某喝一杯 崔舒贤最终被打了20多个耳光 仅仅是因为他早上吃了一个桃子 没和金星教练汇报 不仅如此 教练和队一还以体重增长为由 强迫崔舒贤吃下20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1178元的面包 崔舒贤不得不边吃边吐 崔舒贤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下雨了 我被打得很惨 每天都在流泪 像一条狗一样被打 我宁可死了 除了身体上遭受伤害 崔舒贤还遭到言语侮辱 有队友嘲笑崔舒贤 长得像变性人 在6日举行的 崔舒贤自杀事件新闻发布会上 崔舒贤的昔日队友作证说 教练确实有体罚和虐待行为 殴打他们是家常便饭 一位队友还透露 崔舒贤曾被抢迫陪酒 有一次聚餐 教练让崔舒贤陪酒 当时崔舒贤趴在卫生间里 站都站不稳 胃疼得一直在喊叫 两个队友表示 此前怕遭到报复 没有说出真相 他们对去世的崔舒贤表示歉意 事实上 崔舒贤并不是没有抗争过 今年3月5日 崔舒贤报警 3月11日 警方开始调查 4月8日 崔舒贤向管理韩国所有比赛团体的 大韩体育会体育人权中心投诉 6月25日 向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投诉 然而 6月26日 一再举报 却没有得到回应 崔舒贤 无法忍受教练等人的霸凌和侮辱 自杀身亡 年仅22岁 2月1日 2日 1日